當然除了幫AIDA解決這台車 或者是一般觀眾朋友 你要是有這樣子的問題的話 我們把這個車企的部分已經解決了 可是呢 在內裝的部分 很多人常常遇到 比如說我在座椅的部分 有時候可能吃東西 甚至於小孩子 可能把那個就吐奶 或者是真的把車內 搞得亂七八糟了 這時候我們要怎麼樣 搶救我們的內裝呢 我們起來看看 天啊 艾大 你買這台車的內裝實在是 尤其是皮椅上面沾了這些 有可能用濕布就擦不掉的 沒有啦 其實這台車的內裝 還算漂亮 但是這個是我這樣 就是今天開來的時候 早上那一杯拿鐵 那個奶 牛奶的部分 噴到了這個椅子上面 所以呢 當然看一下這個 模擬一下 就像是那個小孩子吐奶的狀況 那當然如果我們請大師 幫我們擦一下 看看是洗不洗得起來 同時我覺得 他貼的這一條膠帶 應該是會在洗的時候 這個做一個 對 會像那個引擎蓋一樣 會有很明顯的差異 那我們就請Bruce為我們示範一下 我們平常在家 如果說遇到這個狀況的話 DIY怎麼做 好的 現在我們看到 這邊有髒污嘛 對 那第一件事情就是 還是一樣 就是要軟化你的髒污 那所以呢 就像鳥大便一樣 對 所以我們現在呢 就軟化它 那我可以用我們家的那個嗎 洗碗的 洗碗的清洗碗的不行 洗碗的不行 對 因為這是皮 這是真皮的 我們不太想要它會損傷 所以我去那種 像一般的那種商店買啊 就是屬於皮革的 維護劑那種可以嗎 維護劑可以啊 但是維護劑它是油性的 剛剛那一塊又是什麼海綿啊 它就是一個比較硬的粗的海綿 跟家裡洗碗那個一樣嗎 可能有點類似 但是要不傷皮革 所以可能在家裡 可以試試看 要不傷皮革 對 所以噴上去海綿刷一刷 直接擦掉就可以了 對 我們現在先做第一道 OK 這還有好幾層就對了 第一道先把表面的那些 髒的東西先清掉 然後要先軟化 那個布可以看一下 擦起來是髒的嗎 擦起來 其實還好耶 髒的 可能有點看不到 對 因為這台是維護 算滿好的 對 好 然後那個布 你現在 第二個是要做什麼 第二個我們要做的是 剛剛我們已經先軟化皮革了 對 那現在呢 要開始要做 去清潔它成年污垢的部分 成年污垢 其實 所以現在才算是清潔 所以我們現在拿的這塊是 科技海綿 有 我在洗碗的時候用這個 這個是很好用的 科技海綿可以用來用皮椅 當然是可以的 那待會拿起來 科技海綿一定很髒 好 我們現在要看 不知道耶 十六年 因為其實黑色的皮椅 你看不太它出來有沒有髒 是 沒錯 好的 你看 就是有可能 我們穿牛仔褲或什麼的 深色都是這樣坐著的時候 就會在皮椅上面 好 真的很髒 OK 我理解 非常髒耶 好 那我們現在 第一個就好了 清潔部分完成了 對 不用用清水這樣擦一擦 不用啊 OK的 剛剛那個第二個洗劑是 它這個是就是 皮革專用的 對 皮革專用的清潔劑 了解了 有耶 其實我覺得現在這個顏色 才是當時新車來 那個皮椅那個顏色 因為其實久了之後 我們皮椅都會上一些保護器 結果整個內裝變得 油油亮亮的 其實我很不喜歡那個 油油亮亮的感覺 我覺得現在感覺是最好的 那你看我剛剛又擦了一遍 OK 還是髒的 很髒 對啊 還是很髒 可是應該沒有辦法擦到 沒有顏色吧 因為基本上它是黑色的 再試試看 現在是乾淨的麵 好 我們再擦一遍 所以這樣子 譬如說我們清潔完成 OK喔 真的真的有差 所以我們清潔乾淨之後 就是要把它晾乾是不是 像這種 如果四個液 其實像我們剛剛不是說 用了非常多的水分 對 所以我們現在 只要塞上皮革乳就可以了 最後再上一個皮革乳 再上一個皮革乳 但如果像愛戴 他不喜歡亮亮的 他喜歡霧面的感覺 其實皮革乳 要不要再上皮革乳 基本上是一定要上 那我們可以上比較薄 比較薄怎麼做呢 我擠了一點點在這邊 那我就把它戳開 那這樣只有一點點 對 好 我就輕輕去戴 讓它恢復一些亮摺度 對 這樣是不是也可以保護皮革本身 這樣子就是預防 接下來會在附著上去的髒汙 會比較好清潔 喔 你只要平常輕輕用 你那個神奇小抹布擦一下 就可以了 OK 所以其實 如果我們不想要它這麼亮呢 這一個保護劑還不錯 因為它不是屬於那種亮光型的 它是比較霧 我喜歡這個顏色 亮的我不喜歡 當然呢 其實我們看得出來了 其實差滿多的耶 好 我們把最後呢 那我們現在要掀開它的頭紗了 有 其實就差很多了 對 你看一個很乾淨 然後那邊啊 它還有一點點霧 就很不均勻 對 它的顏色其實 光澤度也是非常的不均勻 差很多 當然在內裝的部分 汽車內裝的部分 我們都要好好的維護它 愛戴的這台車 其實維護得算不錯 還算不錯 而且它車內的味道 說實話 就是真的算是 顧得很好的車 它沒有什麼奇怪的味道 對 很多人在車內 可能會吃東西 甚至於有一些 噁心的味道留在裡面 甚至於 如果說你有一些碎穴 什麼肉穴 餅乾穴掉在裡面 聽說會有長蟲 會 所以這時候羅哥 我們應該要怎麼處理呢 我們剛剛講的一大堆都是 讓它美化 讓它乾淨對不對 對 讓它這個 煩惱還童對不對 是 但是其實在車上 我們碰到最多的是異味 嗯 然後呢 更嚴重一點 可能還有蟲啊 螞蟻啊 對啊 這些問題 這是比較麻煩的 羅哥你應該滿常的 因為你常常去露營 對 有時候如果你去露營的話 然後我們露營 這個行程遠 一定會吃一些零嘴什麼的 有的沒的 所以那個 這種情況是難免 但是呢我們真的發生比較多的東西 就是譬如說抽煙 所以我已經好一段時間 不在家裡 不在車子上面抽煙 因為車子的那個煙還有膠油 它附著的很嚴重 那其實如果你要去除這些臭味 其實唯一的方法是什麼 把它清乾淨 真的就是把它清乾淨 清理乾淨有幾種方法 如果是要除味道的話 當然是要用叉的 一定要把它任何沾染到煙味的 全部都要清乾淨 可是頂篷呢 要不是說那個膠油 最可怕的就是頂篷 因為有的頂篷是絨布的 對 或是說有毛的 那怎麼也擦不乾淨 那是非常不容易 當然還是有可能 還是有方法 譬如說你清地毯 也有一些清潔劑對不對 那現在吸塵器 也有一些可以手持 就是充電型的 小型化 然後你可以把縫隙什麼的 甚至於還有搶一點點 濕濕的水的 還可以把它吸得乾淨 這些都是可以的 好 那如果你真的是 有一些煙味太久了的話 其實很多的店家 是會用臭氧機嘛 對 臭氧機可以分解一些它的味道 味道 對 這個是還算有效 但是有一些東西呢 你如果在冷氣循環系統裡面的話 卡死在那個循環系統裡 對 那順道一提 就是像以前我有一個朋友 他的車就被另外一個好朋友 那個吃蟹腳 在那邊邊吃邊丟 都激流在車裡面 結果整台車長螞蟻 對啊 所以車內除蟲怎麼做咧 對啊 所以它有一天 那個發動引擎 啪 一堆螞蟻從冷氣出風口噴出來 好恐怖啊 其實 噴到臉上的 其實我覺得車子裡面 像是座椅啦 這個屋頂棚啦 甚至冷氣系統裡面 都非常容易卡味道 其實我還有建議小朋友就是說 你這個空調濾網 冷氣室內的濾網一定要償還 尤其現在濾網都是所謂的這個 活性炭濾網 那有時候我開一開那個車 覺得怎麼有一股霉味 其實通常就是活性炭已經潮濕 含水量太高了 那當然內裝最怕就是 尤其地毯類的 天篷類的 熔布類的 最怕就是卡的一些 這個 異味 對 卡的這些 莫名其妙的東西 造成很嚴重的一個味道 我記得最深刻的就是我 這個媽媽買的這個螃蟹 然後呢 匪仙最嚴重的 對 放在地板上面 然後呢 那個 因為螃蟹你知道 有腳嘛 把那個袋子戳破了 它那個螃蟹的那個 水就流出來 流到那個地毯上面 哇 那個真的是臭到不行了 就還好它是流到上面 墊子的那塊地毯 如果是流到車子那一個 底部 那個地毯 哇 那真的不知道怎麼洗 因為後來那塊地毯 我洗了數十遍加上這個曬太陽 還是沒有辦法清除那塊 最後那塊地毯是丟掉的 最後那塊地毯丟掉 那其實我知道現在目前 坊間有一些這種 所謂的內裝的清潔劑 它是 譬如是用蒸氣 蒸氣來去做清潔內裝 甚至它有一些這種 這種吸塵器 我不知道 吸塵器只能吸這個 灰塵啊 小石頭啊 髒東西等等 現在有一些吸塵器它會噴水 對 噴水器高壓的水或是藥水 去清潔你的地毯之後 再把那個髒污的水 再整個把它吸回來 對 對 對 那個對於老車的一些 這個翻修復原 其實是相當的有幫助的 那 所以布魯斯 是真的有這樣子的東西 真的有這樣的東西 因為傳統像 剛剛艾達講得對 現在新型的呢 有新的這種機器 它是內裝清潔機 那它原本是拿設計來清這個地毯 就是它會一邊噴水 一邊做吸附髒污的動作 那這個吸的過程 其實那個水很厲害喔 它會變咖啡色的 會遠比我們想得髒得多 對 那像傳統來講 很多車行 以前他們收這個車回去 給汽車美容做 它會怎麼樣呢 把椅子拆開 把這個地毯整件拿出來洗 當然這是比較極端的方式 對 那像艾達剛剛說的 這個機器呢 現在是比較新的 就是我不用去拆內裝 那我可以直接做這個清潔的動作 其實剛剛講到這個除蟲啊 只要車子維持乾淨的話 蟲自然會消失 就是它必須要有食物來源嘛 沒東西吃它就走了 可是我有個問題 現在很多人在除蟲 在車內他們一樣拿 好像在室內的那種方式 就是用水淹 可是其實它是有一些 危險性的對不對 水淹我覺得絕對不要 那個太毒了 對 因為你水淹 既然它能除蟲 表示它是有一定的毒性 而且它的煙釋放出來 你的所有車內的空間 你看得到看不到的角落 全部都會瀰漫了 這個水淹的附著 對 所以你就算有辦法把蟲除了 那你人以後怎麼辦呢 對 萬一小朋友 你還是要全部再清一次 是啊 而且你看那個水淹 萬一小朋友可能不小心 去摸個車頂啊 你沒有清乾淨 他直接吃了 對 那怎麼辦 理論上其實你是不可能清乾淨 所以如果說我們蟲 蟲的部分啊 以前人說要用水淹不對喔 大家千萬不要做 那現在我們可以用 聽說你剛剛有講說 有個高溫的那種蒸氣啊 聽說連那個前面 即使包括連在空氣 就是我們的濾網裡面 都可以除得到 對 因為像之前那種廠商的 展示會我去看過 那東西真的是厲害 它在駕駛座這邊冷氣口 那把這個高壓蒸氣 注入到冷氣口裡面 結果副駕跟後面的排風口 全部都出蒸氣啊 那我想在這樣的情況下 無論是這個味道啦 然後還是裡面有蟲 我看大概都會跑出來 連蟲都摸都跑出來 對啊 尤其是其實我們的風管 它延伸下來 就是到這個風箱嘛 那其實 剛剛我們也講到 這高壓蒸氣 大家怕說 蒸氣進去有水氣怎麼辦 那其實在這風管裡面 它最後的位置 是在冷氣風箱 那我們都知道 這個冷氣風箱 它有排水的作用嘛 因為在冷凝的過程中 其實原本就會滴水 它本來就會滴水 所以廠商有說 它這個東西其實蒸完之後呢 這個水一樣會排出去的 這是一個相對安全的感覺